晚上九点钟 无论你身在哪里 来场与文学的空中邂逅 扬兆谈说 姚宁一同遨游文学世界 认识古今中外的经典之作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杨昭谈说 本节目于台北广播电台FN93.1 每个星期到星期五晚上九点 回答播出 我是杨昭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为大家介绍的这本书呢 是黄国斌先生 他所写的世纪世人艾略特 艾略特指的是TS Elliot 那黄国斌他对于艾略特 下了非常大的功夫 不只是对于他的重要的诗作 进行了从英文翻译成为中文的 庞大而且艰巨的工作 另外对于艾略特的诗 进行了非常相密的解读 也对于艾略特他所处的时代 以及他曾经有过的经历 进行了一番重要的梳理 黄武斌先生 他是香港翻译学会的荣誉会士 曾经担任香港领南大学翻译系 维基球讲座教授兼现代中文文学中心主任 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系的讲座教授 研究教授以及主任 香港中文大学文学院副院长 香港中文大学人文学科研究所所长 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的研究评审等等 他在香港有着非常高的学术地位 另外呢 黄国斌也进行文学的创作 他的诗和散文多年来 为香港校集朗诵节的朗诵题材 诗跟散文多篇 列入香港中学会考中国语言科的课程 他在翻译上面有非常高的成就 他完整地翻译了淡定的神曲 也翻译了沙士比亚的哈姆雷特 另外呢 就是艾略特诗选 我们来看一下黄国斌 书里面他追索他如何开始读艾略特的诗 那这是很早很早之前的事情 他说1966年从在香港念中学五年级 本来是理科 然后呢 变成了中六 转到了文科 这个中六文科 当年称之为大学预科低班 Lower 6 那港大入学考试 英国文学课范围呢 他给你非常清楚 一定要读的几本书 例如说 《格雷夫游记》 例如说 《阿桑德尔普普》 他的《The Wraith of the Lark》 还有Samuel Johnson的 《The History of Lassilas》 《Princess Abyssinia》 还有John Keyes的 长短不同的诗作 Jan Austin的 Emma Charles Dickens的 《A Tale of Two Cities》 他就说 这样一张书单 在一个刚念完中学五年级的学生眼里 既可敬又可畏 可敬是因为苏丹里的作家 当然都很杰出 可畏 因为呢 这个时候 你要读的通通都是英文的原著 在升上中学六年级之前 学校除了中文中史 已经都是用英语授课 从中一到中五 念英文课程的时候 也读了不少名家作品 不过当时课程有一个清楚的安排方式 从中一到中三读的是simplified version 中四中五读的是abridged version 所以刚开始是简易改写 后来是缩减版 在中五那一年读了 阿瑟库南多尔 那当然那是福尔摩斯探案 其中的一篇 那一篇是abridged 是截略版 借着长阵度比较高的文字 就能够感觉到骇步 看神探福尔摩斯大显神通 这个时候呢 已经在英文的阅读上 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但是从abridged version的 这种高度被弹射到 哇 接下来是原著 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黄国斌的比喻是 就像在桑树甸跳来跳去的麻雀 刹那之间置身于三千尺的高空 还不算太坏 在三千尺的高空回响之间 还要飞到远高于三千尺的 荡榜天峰当中 跌跌撞撞 初步计方 直接要读莎士比亚的King Lear 还有呢 John Milton的 《失乐园 Paradise Lost》 他说 一位开窍的同盟心灵 读这两本书 原著是什么样的经验 这当然已经是对于那个时代的年轻人来说 是非常大的冲击 那就讲到了John Milton 他说 港大入学考试英文课课程 要读的呢 是Paradise Lost 其中的第一卷跟第二卷 这本书十乐园 长达10,550行 一共分成12卷 12卷当中 要选出最精彩的四卷 第一卷第二卷一定会入选 甚至要选出全是最精彩的一卷 那如果只能够一卷 而不是四卷 这第一卷呢 也大有可能胜出 因为这个缘故 读者可以想象 一个煞时间得读文学高天的少年 读到下列的文字 会有什么样的感觉 所以这个时候 王格文兵就抄了 这一段Paradise Lost的文章 这一段Paradise Lost的诗行 Him the almighty power Hill had long flaring Found the ethereal sky With hideous ruin And combustion down To bottomless perdition Lead to the wall In Edmonton chains And penal fire Who does defy The Edmontons to arms Night times to the space That major day And night To mortal man He with his holy crew Lead vanquished Rolling in the fiery gulf Confounded the immortal 这是Paradise Lost的第一卷当中的第44行 到第53行 皇国兵的中文翻译是 他全能的伟力 把他指出苍鸣 夹熊熊烈焰 不然覆灭 燃烧着直缀无敌的轮上 在轮上当中优求 被金刚之链捆绑 被伐火焚烧 敢挑战全能之神的 下场也如此 在凡人眼中 一昼一夜的酒杯时间 他与手下产伤的航母 溃派照躺着火源中 辗转反侧 虽不是反驱 却也恍恶莫名 这十行写撒旦煽动一大批 堕落天使 在天国造反失败之后 被全能之神 直落到地狱 这每一行 都是史诗的当行本色 以雷霆万具之士 跟欧洲史诗之父 也就是Iliad 能够彼此互相呼吟 接下来再看下面这一节 这是Paradise Lost 第二卷当中的一段 我们来看一下 黄国兵的翻译 刹那间地狱的两扇 巨门怦然打开 夹万军之士后冲 嘎嘎发起刺耳的巨响 门轴摩擦之间 浓然响起沙哑的雷霆 玄冥最深的底层 也为之震动 巨门它能够打开 且缺缺足够的力量去关上 巨门豁然动开 注意让旗帜浩荡的军队展开阵容 在旌旗下向前迈进 战马和战车 输扩的并列而去 也都有空间可以通过 门扇相聚就这样广阔 向熔炉之口 抛射出汹涌澎湃的浓烟 和彤彤的火焰 在他们眼前 触覆起房间突然出现 畅畅深渊的神秘方域 一个黑暗 而又无边无际的海洋 没有界限 没有维度 在那里 长度 宽度 高度 和时间 空间 不知所踪 在那里 混沌和太古的黑夜 大自然的两个园主 在无尽清嘎的巨像当中 长持永恒的混乱状态 借着恍惚摇乱 而误然矗力 这写的是掌管地狱之门的罪恶 转动钥匙 打开地狱之门之后 出现在撒旦眼前的景象 从中间 从这一段里 就可以读得到 Milton 他呢 很难比拟的 想象的幅度 Milton 写地狱之门 开启的那一刹那 像但丁写天堂一样 开启了阿波罗 给世人的最大考验 他说 自己刚上中六的少年 读了这样的文字 仿佛目睹两个 从来没有见过的 副等星 盲角四射之间 夹着蓝色的火焰 掠过天狱 当时所受的震撼 五十多年后的今天 记忆犹新 当时 那个在启蒙阶段的小子 惊骇当中 曾经赞叹 哇 英国文学 竟然有 这样的世界 出读 失了缘 还没有学会像日口那样 直接看很多专家所写的评论 考大学入学考试之前 主要看指导学生硬考的天书 当时所看的天书 叫做 Monarch Notes and Study Guide 这套重书 由专家编写 莎士比亚 Milton Wordsworth Pope Swift Johnson Austin Kids Digginson 进入湖中 每一册导读 大概一百多页 对学词 有很大的启蒙作用 有关施乐园的一册 在录了多位名家的评论 每一段 大概占半夜到一夜的篇幅 翻阅评论摘录的时候 发觉几乎所有的名家 对诗乐园都高度战场 让初世Milton的预克胜知道 诗乐园是怎样的一部尾著 然而也就在这里 当时的黄国斌 他遇到了TS Elliot 看到这个名字大感意外 这个诗人兼评论家 在1965年1月4日去世 熟悉世界诗坦的人 大概都知道 不过1965年的我 对世界诗坦的情况 仍然处于蒙昧阶段 在1966年 就是翻阅这个Mona Notes的时候 首次遇到了TS Elliot 这个名字 就在这一本导读当中 但是这个时候 TS Elliot 就对于十几岁的黄国斌 让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因为他在导读当中 引用的文章 他所写的 他所抱持的态度立场 跟所有其他 导读当中者 解读作者 通通都不一样 怎么个不一样法呢 我们休息一会儿 后来我们继续躲下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听见台北的声音 台北广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拥有颗热情的心 有爱与梦想的电台 台北广播 FM93.1 FM93.1 九点半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黄国斌的世纪诗人 艾略特 在书里面 黄国斌当然要介绍 要解释 要回忆 他如何遇到了TS Elliot 这一位世纪诗人 当时是在读 关于John Milton的Paradise Lost的 失乐园的导读当中 他发现了TS Elliot 是万绿丛中一点红 因为他对Milton 扁的一文不值 扁的凌厉 扁的彻底 但百分之一百的大扁狂扁 没有一点点的称赞 他说当时我这个同盟 刚开始涉猎英国文学原著 对Paradise Lost没有半点话语权 看了TS Elliot击杀Milton的文字 只觉得难以置信 也大为震惊 TS Elliot对Milton和失乐园的看法 怎么跟我的印象 180度相反呢 不过在震惊的同时 黄国斌很自然的态度是 他断然斥足了 埃略特偏颇之论 因为Milton只凭 他读过的 失乐园 倦一倦二的两段文字 就在他心中的战场 轻易击退了 埃略特凌厉狠辣的攻势 换言之 黄国斌那个时候 完全没有受 埃略特的三祸 对Milton的看法 没有丝毫的动摇 初看TS Elliot 他的识破天津之论 还不知道 这位评论者到底是谁 看完了正文 再看编者的暗语 才知道TS Elliot的分量 在TS Elliot扁Milton文字底下 所加的暗语 编者就说 TS Elliot之所以将大扁Milton 是因为他要取Milton之位而代之 这造识 让那个时候的黄国斌 吓了一大跳 什么 取代Milton 在英国诗坦 Milton的地位仅次于Shakespeare 这个人是何方神圣 感激于英国诗坦的第二把交易 所以这个时候 才依稀觉察到TS Elliot的分量 依稀是因为当时 对 Elliot没有任何的具体认识 不过1968年 黄国斌进了港大 依稀就变成了具体 第一次走进英文系的会议室 发觉墙上只挂着一幅特大的肖像 一看 是两年前在施乐园导读当中 大扁Milton的这位 Stranger 这位陌生人 这么大的一个会议室 为什么墙上就只有TS Elliot 而没有Shakespeare 没有Milton 或者是WBES呢 在港大念书的时候 没有打听过 后来在英文跟比较文学系任教 也没有想到要查个水落石出 因此呢 几十年后的今天 仍然不知道原因何在 大概因为 在1940到60年代 那是TS Elliot的年代 英文系的教授跟讲师 都会被 Elliot的磁仓笼罩 而是这位大偶像吧 至于艾略特时代 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 也就是这本书 要详细清楚交代的 接着他就是告诉我们 认识了TS Elliot之后 想起他那一段 极富山火力的批判 Milton文字在录 所以呢 就开始读TS Elliot 他的评论 他说 我追读的兴趣呢 就远超过看其他 评论家名片的异语了 要说明如何追读TS Elliot的评论 要先介绍一下 当年港大英文系的课程 和授课方式 1960年代 港大英文系的英国文学课程 有不同类别 包括专卷 缎带卷 跟专题卷 黄国宾说 我在英文系的那一届 学生修完八卷课程 考试及格 就可以毕业 获得文学士的学位 至于拿一级荣誉 二级荣誉甲 二级荣誉义 三级荣誉 还是及格 那就看学生平时的表现 和毕业考试的成绩了 英国作家之间 只有Chose Shakespeare Milton 这三位大师主师 能够享有专卷的殊荣 就像杜甫 在中文系一样 也就是说 三位主师大师 各占大概是八分之一的天下 如果港大英文系学课课程 是一家五星级酒店的话 那这三位诗人 就各占酒店的一整层了 这个地位真的是极为特殊 至于断代卷 那就是康尼 18世纪英国文学 19世纪英国文学 20世纪英国文学 另外有专题卷 例如说浪漫派诗人 这每一卷 当然都是由多位的作家的内容 他们的著作所组成 等于多人同住 五星级酒店的一层 每个人只分到一个房间 以拥挤的20世纪英国文学这一层为例 在这里呢 要读谁呢 Bernard Shaw Joseph Conrad WB Yates Ian Foster Virginia Wolfe James Joyce D.H. Lawrence Ezra Pong T.S. Elliot W.H. Alden 等等 那18世纪英国文学这一层呢 则注着 Jonathan Swift Alexander Pope James Thompson Samuel Johnson William Copper 等等 那浪漫派诗人这一层呢 注着 William Blake William Wordsworth Samuel Taylor Colawich Byron 另外Shirley 还有John Keats 等等 这些作家的作品 每一个学期在不同的时间 由不同的老师讲授 有的时候 一位老师讲授的范围 可以超过一位作家 考试的时候 每一张考卷只需要达三题 学生不必对全部的作家 深入的研究 在考试之前决定精读 哪几位 温习范围可以缩小 不过当时怀着 对于英国文学的融幕 如果没有时间冲突 老师讲授的作家 就算不属于自己选读的考卷 广播并说 我会出席听课 不过老师讲课的时间不多 每一位作家只能够分得几讲 听讲所得毕竟有限 所以听完老师讲课之后 就要到图书馆去借参考书 看看权威评论家 有关作家如何评价 比如说上完了 Shakespeare的Henry the Fifth的课 从陆又堂老师的教室出来 走完二三十级楼梯 进入图书馆 英国文学藏书这一层 就会有很多研究 莎士比亚的名家 等着我去向他们请教 大学三年 接触过的评论家 婴儿非常的多 但如果有人问我 你跟哪一位评论家的关系 最为密切 黄霍斌说 我会不假思索地回答 TS Elliot 为什么是他呢 因为听完老师讲课之后 我总是会想 对于这位作家 TS Elliot又是怎么看的呢 所以老师讲完 John Donne 我虽然知道 英语评论界 有哪些Donne的专家 但首先要请教的 并不是这些专家 而是TS Elliot 听完了 Blake Wordsworth Shirley Kids的课 同样会请Blake专家 Wordsworth专家 Shirley专家 Kids专家 先等一等 他还是要先去查一下 看一下 TS Elliot如何评价 这几位浪漫派诗人 一句话 无论老师讲哪一位作家 下课之后 都会先听TS Elliot 就该位作家发表的意见 如果TS Elliot 对某位作家 没有发表过任何的意见 甚至会让黄国斌 感觉到若有所事 大学三年 对评论家 TS Elliot 情有独钟 有五大原因 第一 除了个别例外 TS Elliot 他的英文 写得非常漂亮 当时 看Elliot 英文是一大享受 一如看 Samuel Johnson的英文那样 有些读者也许会说 既然是英语世界的评论家 哎呀 英文自然写得很漂亮 黄国斌说 未必 英语世界像汉语世界一样 思路纠缠不清 惧乏拖沓冗罪 文字截取熬哑的评论者 多的是 第二点 Elliot对任何作家 任何问题 都有自己的见解 以至于见解是对是错 当时这样的一个大学生 未能够准确判断 尽管他恶评Milton 在我的心中 留下了负面的印象 第三个重点 那就是无论就哪一位作家 哪一个问题发表意见 也无论处于正方和反方 TSL的他都是辩才无碍 辩论完毕 几乎感觉上他都赢了 第四点 他的论点不管是什么 都说的比别人更巧更妙 即使是人所共知的事实 或者是老生常谈 经过他用自己的文字一说 就变得令人留下深刻印象 难以忘怀 第五点 他有罕见的大信心 发表什么样的议论 都像是教皇或者是宗教的创始人那样 发表欲止轮因 对自己的裁决 绝不怀疑 这个因素 也许是最重要的 人类历史上 有各教派的教主 都是以这种大信心 居高临下 以泰山压软的威势震贺 征服百万千万万万信众的 并且令这些信众着谋 无条件相信宣布论此轮因的凡区 是先知 是神的代理人 教他们愿意无条件的为教主赴汤导火 他说 当时我和Elliot的关系 并不是教徒跟教主的关系 因为即使念大学 预科低班 我已经不同意 他对Milton的看法 何况进了大学之后 我有一班大学生的叛逆心理 不会轻易被权威给震慑 不过T.S.Elliot 说话的时候充满大信心 到经常让我觉得 他相信自己永远正确 绝不出错 因为这样的缘故 所以我总怀着 姑且信之的下意识 翻阅他的评论 如果T.S.Elliot发表意见的时候 没有展现罕见的大信心 相信我仍然会读他的评论 但也就不会如此对他另眼相看 王国斌写了这样一本详细解读T.S.Elliot的书 其中 关于T.S.Elliot的评论 虽然书名叫做 世纪诗人艾略特 评论的部分 他却多所琢磨 其实也就是来自于 他年少的时候 读T.S.Elliot 事先被T.S.Elliot的评论吸引 这个非常特殊的 生命的经历 这本书是 王国斌和T.S.Elliot的文字 相处半世纪 所淬炼出来的 因而对于我们理解英国文学 乃至于我们要从诗里面得到 跟我们生命当中的密切关系 都可以提供众多的启发 特别介绍给大家 推荐给大家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明天同时再会 感谢您的收听 感谢您的收听